大家好,我是小孩,欢迎来到民航十一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芋头不一样的新吃法 加两个馒头,做法简单,营养又好吃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几个洗干净的芋头 把皮给它削掉 对芋头顾敏的,一定要戴上一次性手套 芋头中含有一种粘液蛋白 这种粘液蛋白呢,被人体吸收后 可以产生人体的抵抗力 所以呢,平时我们要多吃一些芋头 削好之后,收入到碗中 加入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洗净后放入盘里面备用 准备两个馒头 把它掰小一些 放入碗中 把它倒入酱肉鸡中 盖上盖子 把它倒成馒头碎 放好之后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然后准备小葱 把它切成葱花 再准备一个胡腿肠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丝 全部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然后用擦丝器把芋头擦成细丝 碗太小了 把它倒入到一点碗中 倒入两个鸡蛋 加适量的胡椒粉 乳香粉 少许花椒油 一勺芝麻油 撒适量的盐 把葱花和火腿肠倒进去 带上一次性手套 把它抓拌均匀 抓均匀后 把打好的馒头碎加进去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把它搅拌至感觉到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电饼趁预热 刷一层油 撒上黑白芝麻增香 再把芋头丝倒进去 用铲子把它铺平整 撒上黑白芝麻增香 盖上盖子 开小火烙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后把开盖子 利用一个盘子给它翻一个面 盖上盖子 继续烙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后再给它翻一面 再烙的过程中 多给它翻两次面 把它烙至两面金黄熟透 像这样就可以 我这里大约烙了十分钟左右 盛出来放到菜板上 再把它改刀切成小块 方便食用 装入盘中 就这样美味的芋头丝饼就做好了 外皮金黄酥脆 里面非常的柔软 用它来当早餐做零食 都是非常的不错 特别好吃 芋头营养丰富 能增进食欲 帮助消化 平时我们都应该多吃一些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吧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هو 第一次